不過說到軍演馬上就軍演 中國今天清晨就宣布要還台軍演 成為組織戰區陸軍 海軍 還有空軍跟火箭軍等等的兵力 來進行聯合力艦的2024B軍演 那麼軍演地點就在台灣海峽 台島的北部 南部 還有台島以東 那麼解放軍中部戰區新聞發言人說 這是對台獨分裂勢力行徑的強力政客 那麼捍衛國家主權 維護國家統一的正當跟必要行動 對此國防部也表達嚴厲譴責 已經依規定來派遣適用的兵力來應對 用實際行動要守護自由民主 以及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 另外呢 中共遼寧艦呢 這個航空母艦編隊最近也在菲律賓海一帶 來實施戰載機的 艦載機的一個起降演訓 國防部也表示呢 已經運用聯合情間針系統 嚴密的掌握相關的動態 那麼其實還有國安人士也分析 這可能也在試探相關的灰色地帶 總統賴清德五號晚間在國慶晚會上發表演說 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絕不可能是中華民國祖國 一番祖國論挑起兩岸敏感神經 中國國台辦八號曾對賴清德的言論做出回應 發言人朱鳳蓮批評賴清德的演說 是辛平莊舅舅的台獨謬論 布林肯發聲護臺 要中國不要借機挑釁 不料時隔兩天 十四號清晨 中共解放軍東部戰區宣布 將展開聯合利箭2024B環台軍演 相較前兩次環台區塊 這次明顯離海岸線更近 對此國防部也立即派出秉立應處 國安人士指出共軍全軍戰略演習已經開始 可能將相關演習統包稱2024理箭B 藉由手伸長心願橫戰略 試射長城飛彈威脅友台國家 藉此回應賴清德的國慶談話 我對你來沒有接觸一下 這裡有時候